最近安琪很远的水路 飞了去Florida的Miami 看The Eagles的演唱会 但是看节奏还是节奏 都要吃饭的 由于根据地形 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就和古巴 刚刚隔了一个墨西哥湾 所以是Florida的Miami 在Cuba的Havana的对面 那时候也很近 大家可以看到 比我上次来的时候 再多了很多古巴人 其实大家都不是说 很多英文 但是我喜欢面向国际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故事很多古巴人 用他们的方法 或者移民 来到美国生活 当然了 这一集我们不是说政治的 而是说吃东西的 故事我在Miami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身处古巴 在古巴菜来说 我们亚洲人的口味 我觉得都不难入口 尤其是我喜欢吃他们的薄楼扒 特别很香 因为它做得很薄 而且它们有那种Cuban flavor 那种特制古巴的味道 真的与别不同 另外它们很流行吃一种 叫做黑豆饭 卖上以我的standard 我最初看都觉得挺醜 但是吃下去都挺好吃的 而且是十分有营养价值的 那些黑豆 所以古巴人是特别健康 因为吃黑豆饭 吃得很多 我自己就最喜欢是古巴 叫做Mojito的饮品 那这种Mojito 就是在薄荷叶 加上梦酒 配一些果汁 我个人认为 加上菠蘿汁 的味道就是最适合的 喝了这个人 直接飘飘完 所以当我在Miami的时候 有一些感觉 我整个人和云拍都已经去古巴了